有民众在南回公路旁发现一只遭到捕兽夹困住的猕猴 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 而这只猕猴体型撞瘦 领馆处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猕猴制服带回救治 领馆处表示说政府已经全面禁用捕兽夹 呼吁民众不要再使用违法列举 除了避免受罚也要保护巡山人员的安全 领馆处工作站人员用木棍绳索合理把猕猴固定住 这只猕猴因为误触捕兽夹在南回公路旁不断挣扎哀叫 被民众发现通报领馆处人员处理 因为猕猴体型壮大又遭捕兽夹困住 脾气凶猛有力 费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将猕猴制服带回救治 被那个比较大的而且是改良的那个铁夹夹到 夹到那个前脚 严重吗 严重 那种夹子一般来讲 我们人在不良的地形的时候 可能很难打开 就像刚才的状况 我们拿了破坏剪也是没有用 猕猴虽然已经不是保育类动物范畴内 但也不能任意捕猎或宰杀 而困住猕猴的捕兽夹 政府已经全面禁用 如有违法使用 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罚金 领管处也会定期派员上山巡视 只要发现违法列拒 就会立刻移除 民众千万不要使用捕兽夹 因为捕兽夹的杀伤力很大 那可能对于猫狗 甚至在部落活动的人 甚至对于我们的巡山人员 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可能造成民众或是我们巡视同仁的受伤 所以我们同仁在执行山林巡护工作的时候 如果说他们有看到这样子的捕兽夹 他们都会直接进行移除 领管处呼吁民众 不要使用违法列拒 列捕野生动物避免受法 而受伤的猕猴会先暂时治疗安顿 等伤口复原后 再也放回山林 这一节大午相报道